那今天呢 為什麼小編會出現的呢 大家期待已久的這個小編跑步去 啊 又來了 那今天的內容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關於新手 還有各位呢 該怎麼樣編排你的訓練 那會是比較理想的 嘿嘿 大家好 我是Kobe 啊 這隻小編 你看 他這個特別的開心 好啦 那今天呢 為什麼小編會出現的呢 大家期待已久的這個小編跑步去 啊 又來了 那今天的內容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關於新手 還有各位呢 該怎麼樣編排你的訓練 那會是比較理想的 然後呢 這個 詳細的內容呢 教練會有影片裡面呢 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關於這個 課表上的方向最簡單 最重要的元素呢 就是你的生活不能造成這個不變 就是你在編排你的訓練的時候呢 記得你的這個訓練量絕對不可以是 快速的累積 因為呢 你在初期你的肌肉跟你的身體 是非常健康的 你或許你藉由網路 你了解了跑前 需要做足熱身 跑後要做好恢復跟收抄 但等等的這些因素呢 為什麼還會受傷 因為呢 你的訓練量的距離呢 增加的來個太快 又或者另外一個誘因就是說 你報名的 像我剛才說到的 線上的可能某個里程 你要完成這個里程 你可以得到一個徽章 這件事情是現在很流行的一個事情 但是呢 首先呢 這件事情完成之後又怎麼樣 蛤 很了不起嗎 不是不是不是 是說你完成了之後呢 你可能呢就會造成受傷 因為我本身自己後來呢 有收到一些學生關於個人化線上課表的部分 那這部分呢 我在後面再跟大家分享 那收抄的部分呢 就是幫助你在這一次的訓練的恢復 所以呢 它是幫助你恢復的更快 並非是讓你能夠在這個 訓練有收抄就不會受傷 所以呢 為什麼要有教練的存在呢 就是這樣子啦 好啦 反正這不是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重點呢 大家的大致方向是長這樣子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實際呢 告訴大家 小編的訓練 跟我們接下來呢 會怎麼樣幫他規劃 然後呢 接著他的跑步的過程吧 好啦 那我們就 LAY GO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問一些簡單的問題 比方說 像你一週 你的這個運動習慣 就你一週呢 有多少時間在進行運動 多折三 少折一 那一的話呢 就是當中沒有這件事情好了 他沒有在運動 OK 好 那他沒有在運動的情況下面 那 簡單的講解呢 就是你的運動習慣低於這個全民健康運動標準 那你的這個工作的品質呢 就是你平常的這個作型 或者有沒有什麼額外的外務 平常就是做後製比較多 後製 那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影片就是他姐的 對 然後其實也有跟一些團隊這樣討論 其實就是還是會一個禮拜台北西區這樣跑 OK 然後晚上就是還要 可能還需要開會或是檢片 OK 那所以呢 運動的時間呢 就是抓空檔 對 通常我都會抓在差不多六點到十點這個區間 很長耶 那可以運動四小時耶 就是這個區間是等於我 要選擇先吃飯呢 還是晚吃飯 OK OK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簡單來說明 就是各位呢 你們現在在座 剛剛看完上一段之後呢 教練呢 再簡單的補充給你們 如果要安排自己的訓練呢 首先呢 你這些思考呢 都是在浪費時間 所以呢 你要先直接做好一個SOP 就是你每天固定就是先跑步 再吃飯 先吃飯 再跑步 那吃完飯就要休息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才能夠去進行運動 運動後又要做恢復 又要再補充飲食 所以呢 這部分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審思思考 像你的這個工作呢 會不會有這個 長期的熬夜 基本上都 好 基本上每天熬夜 好 那每天熬夜的情況下面呢 你的訓練的這個強度呢 就要去了解說 你如果是固定式的 那當然好調整 如果是非固定式的 那這個調整的部分呢 就是非常的困難 就需要去找專業的教練 我個人覺得啦 但 各位看到這裡喔 我並沒有要叫你們一定要來找我 但是我現在是在跟大家講認真的 因為呢 這個你要自己調整 那 maybe 你的訓練量呢 就是你的訓練這件事情 就跟剛才吃飯一樣 你又要多浪費時間去思考 你懂這個概念吧 所以呢 如果你有個教練 像我們個人化科表呢 就是針對這個問題去解決嘛 就是你可能 欸 像我現在呢 就是要幫小編規劃 讓他能夠訓練更有效率 讓他的訓練呢 是有一個方向跟目標的 那你這樣子 你只要去完成教練的訓練 那如果你沒辦法完成 或者你今天真的很勞累 那你又生病了 你可以直接私訓跟教練討論 這就是個人化線上課表的優勢 就是你可以直接跟教練一對一的討論說 你 欸 你今天很累 或者你生病了 那我們呢 都會去做調整 大家都要工作 都是人嘛 所以你會有勞累的時候 或者會有生病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訓練其實是沒有效率的 而且還會增加你身體的疲勞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生病可能會更慢好 那你在工作上面呢 也會受到影響 那你這個運動呢 就並非是健康的一個行為 所以呢 有時候有些人呢 如果沒有這樣的概念的話呢 就會越運動越累 甚至呢 你運動一下 你就會覺得說 啊 這件事情真的是很辛苦很痛苦 那接著呢 你的這個訓練呢 反而是會降低你想要運動的這個心情 欸 在座各位 在看影片的大家呢 還有我們 欸 大家的工作呢 都是一樣多的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累的 在生活的人呢 少數人是不累的 除非呢 你的出生的這個籤 抽得比較好 是上上籤 OK 對不對 像你運動呢 最重要的最後一個因素呢 就是你要有目標 那像小編 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那像小編 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可能就是 想要有提 做更多給我做 好 對不對 賺錢啊 OK 想賺錢 OK 那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 應該可以賺錢吧 好啦 反正這個 健康一點啦 健康一點賺錢 OK 那是有所犧牲的啦 其實 魚跟熊掌呢 是可以兼得的 那我簡單的跟小編講 他剛才有跟我聊到 他說 因為呢 他自己呢 就是想要讓他的生活呢 能夠規律起來 藉由運動 然後身體比較健康 但是規律起來的同時呢 他是希望自己少熬夜 但可是有一個問題來了 就是他有聊到 他就是因為他可能 maybe他吃個飯開個會 或者要跟家裡幹嘛 那最後呢 他又要思考 要先吃飯還是要先運動 最後呢 他搞完這些東西之後呢 就到半夜 又開始要工作 趕工作 對吧 對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我們 在座的身上 大家現在聽到這裡呢 你們應該也是一樣的 就包含我自己 就是我們可能 會先自行別的事情 那你並沒有去評估到 你要犧牲你的休息時間 跟你的睡眠時間 去進行你最後的工作 你要把它完成 你才能夠好好的休息 所以你最後呢 你如果是先去做別的事情 那你沒有把你的工作做完 那你其實呢 你再怎麼運動 其實你也沒辦法賺到更多錢 你也沒辦法更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犧牲更多睡眠 去做完你原本的工作 那你接了更多工作呢 你就要犧牲更多睡眠 因為你的重點不在於 你有沒有運動 而是在於你夠不夠自律 OK 好啦 這部分呢 就是 簡單分享給大家 在編排課表的人 你可以去審視一下 怎麼樣的運動條件 是真的讓你變成健康的 怎麼樣的運動條件 是扣分的 因為呢 如果你的休息不足 那你熬夜了 那其實你的運動 就變成是負擔了 因為大家有聽過 很多人是運動之後 心肌梗塞的吧 那當然我相信他不會啦 只是說呢 我覺得有些人 就是可能他又抱了路跑賽 可能有一個很強烈的目標 那他就會要 去積極的訓練啦 可是在積極的訓練的同時 他可能又應酬或熬夜 那最後他心臟就 不會動的 爆掉了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酗酒 對於心臟是高負擔 對於大腦也是高負擔 他的這個快樂只是一時的 但是他的痛苦呢 是更長久的 所以呢 像教練我本身呢 是不太喝酒的 基本上啦 大家看不到我喝酒 因為我也真的是不太碰酒的 因為他對於你的身體呢 他是會抑制你的神經的 運動呢 是分泌你的腦內飛 幫助你得到健康 但喝酒呢 是影響你的神經 讓你覺得得到放鬆 那你就會覺得 好像這個放鬆呢 是讓你健康的 可是當你沒喝酒的時候呢 你又覺得好像要再來一杯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相信現在的人都是這樣 好啦 反正你要不要喝酒 是你家的故事 我們現在的重點呢 不是這個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讓小編跑起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實際的看看他的狀況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他編排 LEGO OK 各位 那我們剛剛呢 已經完成一系列的熱身了 那大家要知道喔 就是你跑前呢 一定要注重你的熱身 那還有你的收操的部分 那至於這個內容呢 我們可能會在下一段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 跑前呢 能做什麼樣的熱身 然後呢 跑前做哪些動作 有幫助你 可以讓你在跑步的過程中呢 比較能夠完整的熱身 那當然呢 網路上也有很多的資訊 不過呢 切記大家就是記得 跑前的熱身 非常的重要 不然呢 其實你就算速度再慢 或者 maybe 超慢跑 那這些內容呢 都是會影響到你受傷的喔 包含你的極低訓練啊 或游泳 很多的訓練呢 其實你在運動前呢 你就是要不斷的使用他 所以你在這個使用他前呢 你就必須喚醒他的肌肉 讓你在使用的過程中呢 不會有帶長或者說關節卡住 那肌肉熱身不足 導致你造成運動傷害 那你就沒辦法持續了 那你也沒辦法養成你的運動 好不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呢 是什麼 我們接下來呢 會讓小編進行一公里的這個測驗 那這個一公里的測驗呢 就是盡他自己的能力 然後去跑完這個一公里的距離 那接著呢 會跟大家實際的評估 跟他接下來呢 會怎麼樣去安排訓練內容 好啦 那我們接著呢 就準備來了 LEGO 欸對欸 我騎腳踏車好像比較輕鬆 還要為了你 還要跟著你跑欸 大家 欸 這支影片你們還不留言不分享 我跟你講 你們不是人 因為呢 小編請下來就算了 我還要自己跟著他跑欸 欸 多累啊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那我們的實際距離呢 我們就用體感的 因為呢 這個 我沒有戴手錶 那反正呢 我會按手機 那接著準備啦 3 2 1 LET'S GO OK 那接下來呢 就跑你的能力 OK OK 跑你自己的體感大概八成左右的能力喔 所以呢 你現在呢 應該是會有點速度的 還是現在對你來說有點快 不是 因為你的速度呢 不快啊 偏慢吧 偏慢 所以你要再快一點 對 好了 很好 現在跑步的感覺很好 但你不要跳那麼高 你記得把重心往前帶 對 然後屁股要支撐 核心要用力 白手放輕鬆 不要那麼像機器人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順順的往後帶就好 OK 很好 就這樣 欸 經過訓練之後呢 還是不錯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就持續往一公里的地方去邁進 然後 目前通過的距離 約莫兩百公尺 OK 體感啦 大概五十九秒 那其實還蠻快的 那這能力大概是一公里五分整的節奏 所以呢 好像有點太快了 你要評估一下自己的體能狀況 這也是一開始很多人會犯的問題 就是說 不了解自己跑步的能力 那一開始就亂衝 那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 路跑賽 你後半段呢 基本上是無法跑完 你是用走的 因為呢 太痛苦了 那包含 你的呼吸節奏太急促 你就會產生這個 車腹痛 或者說呢 你的食物沒有消化 也會產生車腹痛 但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好啦 我們繼續 GOGO 連我都有點喘 OK 目標還是差啦 放鬆 你來剪片甜酒的跑步姿勢也會變好 看來還是有學習效果 手臂不要擺出去 往前擺的時候手臂不要出去 你不要用手肘去帶動往前 你手肘是往後而已 然後保持在你的胸跟你的腹部之間 上擺在胸 折帆 OK 好 欸 通過的時間呢 是 呃 2分50幾秒 加油加油 乾杯 那其實現在這個速度呢 也沒有到非常快 因為怎麼說起來呢 因為 呃 我們等一下評估一下 因為我大概有記一些 里程距離啦 但是因為我沒有手錶 所以無法評估 現在到底是幾分數 那跑起來的感覺 大概在 5分 大概40左右吧 5分40幾 一公里的節奏 如果沒有完成加速的話 最後結束應該就大概在5分40幾 差不多 因為現在速度有點掉了 好 現在呢 對 這300公尺 那 如果真的是 5分 50秒的話呢 那很抱歉 淘汰 為什麼說呢 不要笑 因為呢 全民健康標準以外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講這個公務員考試 其實他們最後一項是1200公尺的跑步 那他們的標準呢 是女生是6分走 所以等於說呢 你的一公里要用在5分數 他有辦法考過 所以你功課在好了 那你的面試 是在 體能的最後一項 所以呢 等於說你的體能這一罐就會被刷掉 對 現在呢 距離剩下最後的 約莫150公尺 即將結束了 加油加油加油 快到了 撐一下撐一下 目前來看呢 算是很舒服的吧 對吧 啊 他是誰啊 我其實不知道他是誰 沒關係 哈囉 你看到影片跟我打個招呼啊 重點是小編啊 加油 快到了快到了 乾杯 嗚呼 小編很慘 OK 小編快到了 最後的這個 呃 三公尺 到 OK 欸各位 好了 小編到了 那一公里到了 那我們大家呢 看一下手錶 啊不是手錶 手機 這個呢 從頭到尾呢 大家看一下 一刀未減 時間是多少 五分 四十九秒點 八八 所以呢 跟我剛剛評估的呢 是完全 一樣的 當然我覺得呢 整體來說 表現得 還算不錯啦 一般女生可以跑到這個五分多數呢 我覺得 相對他的潛力呢 是有的 那我們呢 等一下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跑完的感受 然後呢 記得走一走啊 不要停在那邊 大家記得 他也是一樣 所有人都一樣 剛跑完步不要馬上坐下來 或者馬上躺下來 就算你很累 就要馬上走一走 調整你的呼吸節奏 不然呢 對於你心臟的負擔呢 是很大的喔 那可能會造成你心臟的休克問題 OK 好啦 那你剛剛整體的感覺如何 有點想吐 有點想吐 那 對這做形態規則的 我來說 呃 對這個強度有點偏高 那其實我簡單講解一下好了 對很多人來說呢 光坐席這件事情 只要調整 你的身體呢 本身就會再健康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沒有運動的話呢 你的健康呢 只是回到一般人的標準 藉由運動之後呢 你的健康才會 逐漸的這個 增加 就是你的這個 身體才會越來越好 那他最後的測驗結果呢 是5分50秒 那我們就當作是6分數好了 那就每公里6分鐘的時間 差不多約莫在這上下 那這個能力呢 以我來說 我覺得呢 算是有達到一個 基礎值以上 怎麼說呢 因為一般人呢 如果沒有藉由運動的人呢 基本上會看到了秒數 不管你的身材 那一定會出現在 約莫7分到將近8分之間 所以以他這樣的條件來看 其實算非常不錯 那因為畢竟他也年輕 所以呢 要執行完這件事情呢 也是相較於容易的 可是呢 你如果距離拉長 其實就很明顯會馬上 掉很快 對會掉很快 因為從他剛出去你們看 第一個200公尺 5分整的節奏 那一路到最後 直接掉到將近5分50才回來 所以他後面已經掉到6分多數了 所以整體回來的節奏呢 是5分50秒沒錯 可是呢 其實他的這個 身體的能力呢 下滑的速度非常快 那也就跟工作會有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的體力不好 所以你工作呢 其實你的前面的這個運作能力是好的 那只要工作時間一長 或者工作頻率一多 那其實就很容易感覺到老累 那這個呢 是絕對是在這個 身體健康上面是可以驗證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這個就會針對他的這部分呢 去幫他進行規劃 讓他的訓練呢 更有效率 讓他的每個禮拜 都有一個固定的訓練量 但是呢 同時呢 還有一定的工作量 畢竟呢 他現在這支影片就是他剪的 YA 就是說呢 我們在他的這個 訓練裡面呢 讓他有一些目標 然後呢 讓他能夠就是 比較簡單的去完成 這呢 又可以養成規律 讓他的訓練量 逐漸的提升 讓他的工作量呢 逐漸的能夠負荷 所以呢 這大概就是你有運動跟美運動的差異啦 那 大家呢 還是可以選擇繼續呢 看影片耍廢 那我覺得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不好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你們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呢 我呢 主要呢 就是針對這部分呢 會幫忙規劃個人化現象課表 那 這內容其實就是說 會去幫你們 省掉就是你 像你思考要先吃飯還是先跑步 這個問題 因為呢 就由我去規劃嘛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你在加班到底要不要跑步 那再來就是你接下來的目標到底要設定在哪裡 或者你這目標到底可不可行 可以跟教練進行討論 那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呢這樣子也可以省去掉他這個 去思考的時間 那當然這個費用花下來之後呢 他換來呢其實是無形的健康 為什麼 因為你在思考的同時你可能就會有疑慮嘛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衝動本來就已經很低了 你又要再煩惱跟思考 其實你的訓練不規律的時候 你受傷的話你要花更多錢去看醫生 甚至你就要中斷 但其實大家在這裡注意聽 你的受傷並不會因為你休息 就完全好起來 而是你藉由治療 然後跟訓練上面的調整 去讓你的身體逐漸恢復到正常 然後呢 接著再慢慢的進入狀況 對這其實是一個很多人的錯誤 但我簡單的在這最後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用我的時間跟經驗 換取來的智慧 幫助你改善 跟幫助你解決著你所有的煩惱跟問題 在訓練上面 那這就是我的工作啦 好啦那這部分呢 歡迎大家呢 私訊來信跟我說 歡迎大家到我的FB粉絲專頁 或到我的IG Instagram 去直接私訊起來 我們現在下方留言處呢 有針對長龍馬拉松規劃的 線上專屬課程 也就是說呢 從你的全馬組 會是二十週的時間 那從這個六月五號呢 會開始執行 所以呢 現在正值報名中 大家趕快報名起來 那這個半馬組呢 是從這個七月份開始 那十公里組呢 會從八月份開始 所以呢 我們有分三個組別 十公里 半馬 跟全馬 當然你要養成的 可以直接私訊報名 個人化線上課表 那這費用上面是有差異的 那 差異在哪裡呢 實際私訊呢 教練會簡單的跟大家說明 這個方向 好不好 那其餘的部分呢 就是啊對了名額有限啦 那大家呢 就趕快私訊吧 大家如果想看小編 經過這一次的測驗 最後安排訓練之後呢 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或者他接下來訓練的日程的話呢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敲碗 那記得大家留言夠多呢 我們才會有下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呢 就敬請期待吧各位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Shoutout來自永和23是 AKA火系教練 下集再見 0 1 1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